大家好 歡迎來到本週的非常大學 我是Sanis 相信大家都有關注最近立場那大新聞 就是立委集體收賄案 包括三任黨主席徐若銘 立委蘇正卿 廖國棟 陳昭明等多位隊長 在台北地檢所居留所 歷經長達5天4夜 整方懷疑李恆隆為了爭奪收購經營權 對多位立委行賄共感3150萬 台北地檢所對於李恆隆 還有多位立委等人申請雞腰健健 對創造的司法史上進入最長的雞腰庭 我們常常可以看見新聞上 有些一些對雞腰是一些刀擺的消息 但其實都往往可以隱形輿論很大的討論 許多民眾會對此做出評論 不過到底什麼是雞腰呢 我們今天就一起來討論看看 那雞腰其實跟確定判決或入監徒刑不同 雞腰的目的是在於保存追訴 審判或是執行的程序 而不是對被告或犯監嫌疑人的處罰 這也是市財商討論太多的解釋 里面明確說明的 那到底什麼情況之下可以進行激押呢 目前的刑事事項法規定有四個 可以激押被告的要件 那這四個要件都必須同時具備缺益不可 第一個是犯罪嫌疑狀態 第二個是法定激押事由 第三個是有激押的必要 那第四個是沒有不能激押的情形 那其實相信大家看完這四個要件之後 還是完全不能解說到底在什麼情況之下 被告有可能會被激押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針對這四個要件的深入說明 那什麼是要件一的犯罪嫌疑狀態呢 犯罪嫌疑狀態指的是 法官在看過檢察官所提供的資料之後 認為這個被告很有可能有犯罪 那這個目的其實只是照於 確認保存程序的必要 而不是照於判斷被告有證與否 這只要 所以只要法官在看過檢察官的資料 跟詢問被告之後 得出被告很可能有證的新證就可以了 那這也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我們看到某某某被激押的時候呢 不應該往下論論覺得說這個人就一定是有證 因為這只是這個案子原來在偵查當中 所以我們不應該做度解決 接下來呢是要件二的法定基要適用 目前呢行處都搞回應了法定基要適用 共有四種 在基要的時候呢 法官最新明確說明 是因為哪個適用而基要被告 首先第一個呢是逃亡 或有事實主任而逃亡之遇者 第二個呢是有事實主任 還有淹滅偽造變道政治 或是高順暴犯跟政人之遇者 第三個呢是重責 那這個重責指的是 最輕本型5點以上的重責 那第四個呢就是遇防性基要 那不防性基要呢 是規定在顯示書表的101條之一 它有特定的證明 包括放火反復性自主 反復自由強制恐嚇維翁 救到的懲罰 造奇恐嚇取財還有性包容 那而且呢在使用不防性基要的時候 必須要被告呢 有反復實施同一個犯罪的可能 才需要進行基要 而且呢在誓制6月5號之後 認為基要被告的 目定呢是在保存刑事的追訴 所以以重責罪 只要被告為一理由 是對於這個保存程序的殊尊的 有可能違反比例原則 還有以罪推定原則 不過這邊就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呢當被告涉犯重責 但是呢他沒有逃亡 或是煙滅偽造證據的疑慮的時候 即使他有反復實施同一個犯罪的可能 也不能激藥 因為有這個不合理的情形 其實雙排才增定有預防性激藥的藥件 也就是針對栽放率極高的重症 然後進行預防性激藥 不過最值得注意的是性交易的行動其實是不高的 不過呢在食物上因為性交易的造態率很高 所以他有列為預防性激藥的最強之一 接下來我們來到要健康有激藥的必要 那有激藥必要呢 其實就指的是激藥必要符合比例原則 而且呢依照行動法的101條之二 規定說即便犯罪嫌疑状犯有改定激藥稅油 但是有激藥的必要則呢 其實是好像要令會到拒保勞訴或是限制住居 那這邊的拒保呢其實指的就是我們常聽到的招板 所以招板是在有改定激藥稅油 但是沒有激藥必要收入的一種替代措施 接下來呢我們來到要件事 沒有不得激藥的情形 那這就是要回到說 假設法律上規定不得激藥的情形呢 那就輕鬆管規定有三種情形 在這三種情形之下呢 當被告申請罷免讓他拒保停止激藥的時候呢 法院只能同意 那第一個情形呢就是輕罪 第二個情形是罷免五個月或生產後兩個月 第三個情形是申病必須法管就義 那在這三種情形之下呢 除非他有靠病的不得激藥 否則是限制住居的情形 不然法院必須要同意他停止激藥的申請 那今天呢我們一起看看激藥的相關規定 相信之後靠新聞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對這些 對相關的新聞有更多的理解 那開頭提到的立委行會案呢 其實他們其實這個案件呢 在偵查中 那這些會告被激藥 也就像我們剛剛說的並不代表他們有罪 大家都應該要往下定論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們下周再見 拜拜